DV Action Channel 嗨!各位觀光朋友大家好 我是DV大樓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DV Action Channel 沒錯!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就是我們的Valentine's Day情人節 好!我們在過年的期間呢 有舉辦一個非常特別的情人節活動 就是呢製造浪漫球衣定制的活動 那有非常多喜歡籃球的男生朋友呢 跑來幫他們製作呢 女生的情人節球衣專屬的定制 那這一次呢 所以我身上這一件呢 就是Jeremy要做給Annie的 那基本上來我不是Jeremy 本人啊 目前是單身的狀態 是一種公開的講法 但是 好好好 就這樣 過年之後呢 最熱烈精彩呢 就是HBO高中籃球的賽事啦 那一連七天呢 在我們台北市立體育館紅館開檔 那雖然說汗流賴系 但是所有的球員呢 還是冒出了拼盡全力奮戰啦 那馬上首先呢 帶來是女子組的賽事報導 浦門在最後一天對上金歐 但是金歐女裝展現強大的韌性 末節覺醒擊敗了浦門 讓浦門在女子複賽 一勝難球也無緣晉級 而金歐因為戰力銜接上的問題 只有六名可用之兵 最終也只搶下了兩勝五敗的成績 同樣也是兩勝五敗的苗栗高尚 在三箭頭後衛許如慧 庄宇軒中鋒張又欽的帶領下 嚇出了很多隊伍的冷汗啊 但是呢 最後可惜還是無緣晉級 再來呢 則是五勝兩敗的小綠綠北衣女中 預賽雖然跌跌撞撞進入八強 但是呢 這次一樣以招牌的快速攻守轉換 犀利的表現再一次勇闖十強 能夠再現小綠綠的綠色奇蹟嗎 我們拭目以待 接著 是本屆平均身高最高的淡水上攻 雖然在比賽之中呢 意外敗給南虎 但還是靠著天龍鎮 打出了無勝兩敗的戰績 強進四強 而這次四強呢 跟兩年前一樣 要面對到的是北一女中 那這次呢 兩隊在四強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化學變化呢 我們一起到現場為兩隊加油吧 再來就是勇人高中 在八強的時候呢 展現了勇者無懼的氣勢 在林文佑 陳韻玲 黃靈娟 三人重新加入的帶領下 勇人的恐怖完全體 延然成形 每一場幾乎都是大比分的 贏下對手的勝利 以全勝之志進入四強 而且他們今年 要連發的意味非常濃厚 而最刺激的 莫過於最後一天 互將對上南虎的賽事 因為誰贏球誰就能取得 最後一場四強的門票 兩隊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互將雖然上半場呢 領著領先 但是下半場 互將的籃框 突然加了蓋一樣 第四節 兩隊進入激戰 你來我往 誰也不讓 互將的林彩真 受到嚴密的防守 南虎高中外線 頻頻重創互相 中場54比48 南虎拿下勝利 對死首度闖進四強 南虎的同學 非常的瘋狂在現場 完全的尖叫了 接著 馬上要進入 男子組賽事的部分 男子組賽事呢 這一次完全是 一團混亂 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的賽事 都還沒有確定 哪一隊 可以是 確定晉級的 所以說呢 讓八支學校的 球迷 家長 球員 教練 都非常的緊張 當然我們看了也是 哇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型號 算是歷年來呢 非常刺激的一次的 男子八強賽事 那首先呢 就是新龍高中的雙箭頭 杜思汗跟高孟偉 雖然說他們在 副賽事那種呢 一度呢 以漂亮的表現 幫助球隊拿下勝利 但這一次八強 可惜呢 只為球隊拿下兩勝 以呢 沒有晉級收場 但是 新龍高中 永不放棄的精神 已經感染了所有的 球迷觀眾朋友 接著是 綠色深蹲松山高中 睽違兩年呢 沒有打進八強 這一次再度重返 雖然說只留下三勝失敗的成績 無緣晉級四強 但是呢 學長 一哥 邱柏莊 還有曾賢智呢 也是拼盡了全力 讓自己的高中 毫無遺憾啦 不過今年也有兩位 不錯表現的新人 就是高一的後衛 丁勝如 還有中鋒孫詩瑤 讓松山的未來 也是不容憔悅的啦 而本季中 黑馬 中的黑馬 非宜然高中莫屬 當家後衛 泰亞戰神 賴婷恩 在八強賽事中 完成了不可思議的 大三圓 神鬼級的表現 而主力中鋒 周瑋成也立抗移中禁區 曾經有一場 單場狂砍39分 但是在最後一天 對上了松山高中 這一場 只要贏球就能晉級 可惜松山的後衛 連頭帶切 斬斷了移中晉級的希望 賽後球員們全部棄不成聲 但是現場所有的加油團 家長 還有教練們 一起高喊 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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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稱本季HBO最動人的一幕 而其餘男子組的隊伍 全部都是四勝三敗 在比較得失分之後呢 南湖確定無緣晉級四強 南湖高中在本季 曾柏玉的亮眼表現下 達出亮眼的成績 屢屢呢在關鍵時刻展現韌性 雖然說今年沒有晉級到四強 但是明年的南湖 依然大有可為 進入四強的隊伍 戰績相同 在比較得失分之後 三名在同為195公分的小三塔 由陳柏良 孫瑋勝 蔡陽明掛帥之下 最後一天頂著不能輸的壓力 贏下能人最為關鍵 一度面臨淘汰邊緣的三名 最後卻以分組第一的姿態晉級 想必在四強賽後一定具有非常高的可看性 接著能人家商 憑著連霸的氣勢來到八強賽事 但少了主力後衛 劉仁豪坐鎮沙場 能人一路走來頗為顛破 尤其在八強賽事的時候呢 被截斷了跨季連勝的紀錄 但靠著神射手 減右者的精準三分彈 還有潘向婷的強勢切入 以及李怪異呢 有禮有外的表現 能人依舊的挺進四強之列 接下來的比賽 能人如果想要達成二連吧 相信劉仁豪的付出 絕對是非常關鍵的 再來則是今年一樣 從資格賽打起的南山高中 靠著林少恩以及中鋒葛燕成的發揮 在最後一天成功擊敗辛龍闖進四強 手握六枚冠軍戒指的南山高中 進入四強獸呢 是否能夠衝擊總冠軍 令人充滿想像的空間 最後排名第四的 屏東高中堪稱本屆HBO的湘北隊 幾乎靠著先發五人 打完七天的賽事 主力空位曾永告 更是帶著鼓勵的上陣 加上主力中鋒鄭德維的帶領 令人見到昔日難霸天的拼勁 在睽違四四年之後 這一次再度重返四強 有憑中魂之稱 OK 本期的DV Action Channel 也要進入尾聲 那在這邊最後提醒大家 HBO四強冠軍賽呢 將在3月8號、9號 在新莊體育館開打 而UBA的男子組 將在2月17號 在台灣師大體育館開打 女子組呢 則在2月23號 在我們的台灣科大開打 那SBO呢 在2月14號 就是情人節的當天 今天呢 也已經在新莊體育館 繼續開打下半季了喔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 所有喜歡這些球隊的朋友呢 多多進場 幫這些球員、球隊一起加油 那情人節的最後呢 DV大樓要注意 有情人的人 有情人忠誠眷屬 既然情人節快樂 沒情人的朋友呢 也就是單身的朋友 我們只能說呢 就是 開開心心啦 當作這一經年沒有情人節這樣子 好 那節目最後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要去過情人節啦 掰掰 喔 等一下 DV的 新的帽子 請大家多多參考 掰掰